我用所有报道外整个片尾这个歌的时候 冯小刚就说 太好了 我们就是把这个美声唱话 跟那个生人的中世纪的这个慎勇的东西结合起来 亮云本身的唱话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就是他的歌唱的因素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第一是美声 第二是可能是邓丽君的气声 再加上他自己本有的一种东西 这三种东西 一加一加一等于现在的张亮云 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等于我们调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使张亮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一直有他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特色 与他以前的东西也很不一样 录完以后 冯小刚说张亮云长大了 张亮云成熟了 我说张亮云这一次更加艺术 严度最热门的影视歌曲 那这首歌也是给了我足够的余地去表现我的演唱 另外一方面也是得到了很多业内的人士的一个认可的机会 究竟是哪一首呢 最佳电影歌曲 夜艳 我用所有步特外 好 到另一个奖学 给了我所有 我觉得要谢谢坦东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唱这首歌 然后谢谢所有的朋友 谢谢 恭喜 我用所有报答爱奠定了张亮云在电影歌坛的高起点 让他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迎来音乐道路上更大的荣耀 张亮云凭借天下无双开始了他的影视歌曲之路 又凭借我用所有报答爱登上了领奖台 以更加艺术更加成熟的歌声征服了无数的听众 那么他在影视音乐的历程中 还有哪些经典之作 那音乐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答案就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记得一定要收看哦 好的电影 好的音乐 尽在音乐之声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